時至今日不鏽鋼款的Daytona熱潮依舊不減 不過我認為依照目前的入手價格實在是有點太高 嗨大家好我是N-Lee 這次勞力士熱門款式介紹的第二集 想和各位談談的是Daytona Daytona系列萬表 Daytona是勞力士品牌中屬於計時馬表的系列 Daytona最有特色的設計就是三眼的計時表盤 以及近期推出的陶瓷外圈 搭配黑白色類似熊貓花紋的配色 所以目前市售的Daytona表款也有熊貓的這種稱呼 Daytona這個名稱的由來 與美國佛羅里達州的Daytona海岸有著密切的關係 為什麼這麼說呢 該州有個別稱叫做世界的速度之都 自1903年開始陸續有許多賽車的活動在這邊聚集 所以不少與陸地贅述相關的紀錄都是在Daytona海岸所締造的 那我們和測試速度和距離脫移不了關係的計時馬表 必定會應用在競速的賽車場上 1962年舉辦了首場Daytona大陸賽 創辦人威廉法蘭斯爵士就是勞力士手錶的愛好者 因此他很快與勞力士達成協議 選定勞力士作為Daytona大陸賽的官方實際 這段合作關係促使勞力士在1963年製作一款全新的Cosmograph 計時馬表之後改名為Cosmograph Daytona 也就是初代的Daytona 時間來到1988年 這是對Daytona表款非常重要的意念 將原本非自產的手動上鏈機星改為自產且自動上鏈的4030機型 外型也有所改變 加大表徑從36mm到40mm 勞力士將其型號改為16520 2000年時16520停產 由新款的116520接替 並在這時使用最新的4130機星 讓動力行臟大幅的躍進 並於2016年推出陶瓷圈 獨繡鋼款的Daytona 116500 成為現在最火紅的勞力士補繡鋼錶款 具有計時馬表功能的Daytona 面盤中央的三個計時盤 分別代表不同的計時用途 3點鐘方向為30分鐘計時盤 6點鐘方向則是小秒盤 9點鐘方向是12小時的計時盤 緊接著我們看到計時圈 計時馬表的計時圈又稱作測速儀 英文名為touch matter 上面的數字依序從400地減至60 這數字其中的含義正是測量速度所使用的 以下我們就簡單替各位做個介紹 我們以1公里為基準當作例子 假設今天在賽車場上 從A點到B點的距離是1公里 從A點出發時按下計時開始 等到達B地時 假設而經過了15秒 通過對應到測速儀的數字 我們可以得知 此時的時速為240公里 如果經過的是20秒 那我們則可以得知 此時的時速是180公里 依此類推 這便是最基本的測速儀功能 當然測速儀還有其他的計時方式 有興趣的標籤我們可以自行Google一下 或到YouTube上搜尋TestMatic 就可以看到很多相關的介紹 Daytona的計時按把具有鎖緊的功能 這項功能主要是防止按把被誤觸 多數為較高階的計時碼錶才具有這項的設計 可見Daytona確實是一款極為重要的錶款 Daytona錶款的防水深度為100米 搭配的錶帶為豪式錶帶 造型非常的年輕非常的好看 依照目前販售的勞力士Daytona萬表 我們一樣可以分為不鏽鋼、半金、全金、玫瑰金、白金和薄金的款式 不鏽鋼款是Daytona系列中最熱門的款式 型號為116500 分為兩種面盤的顏色黑色和白色 外圈的材質為陶瓷材質 116500也是最常缺貨 想搶也搶不到的款式 基本上很少出現在AD店的櫥窗中 只要一到貨馬上就會被招以預定的客人取走 如果想要及早買到手 可能就需要多花一點小朋友 半金款型號116503 面盤顏色有黑色、白色、珍珠母貝 需要注意的是116503的外圈是18K斤的材質 並不是陶瓷 所以食用久了必定會有划痕 而且18K斤的質地較軟 價格也較昂貴 食用上必須要小心和注意 全金款的型號116508 面盤顏色非常多可以選擇 最有特色的是綠色的錶盤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綠金迪 這款是全金款中較多人所追求的一款錶 白金款的型號是116509 面盤顏色同樣非常多可以選擇 最有特色的是藍色的錶盤 數量和綠金迪一樣非常的稀少 也是白金款較多人追求的一款錶 另外黃金、白金、玫瑰金都各自推出 陶瓷圈搭配豪式橡膠袋的錶款 造型非常的年輕 而且叫全18K斤的錶款更具有運動的風格 價格也相對的較便宜 如果擔心18K斤的Daytona太過招搖 搭配豪式錶帶的Daytona就是非常值得入手的錶款 最後是薄金款,型號是116506 在之前介紹灰色錶款推薦的影片當中 我們有介紹到勞力士遊艇系列126622的旋轉外圈 就是使用薄金的質地製成 薄金是比黃金更稀有的貴金屬材質 年產量比黃金還要稀少 有興趣的表演可以看一下我之前針對薄金的介紹 薄金的Daytona售價相對較昂貴,數量也比較稀少 照理來講這樣的錶款應該不太會受到表迷們的追捧 不過因為薄金款獨特的面盤顏色 想要收藏這款錶的表明竟然也不少 冰藍色的面盤非常的有特色 搭配同為陶瓷材質的外圈 讓這款錶的辨識度非常的高 在任聚之中或者聚會的當下 如果懂這款錶的朋友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並且知道你雄厚的實力 以上的錶款如果任何需要補充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非常感謝各位 不鏽鋼的Daytona也是勞力士熱門款式當中非常搶手 在AD店幾乎都缺貨的錶款 記得在幾年前還沒有配表這項銷售模式的時候 勞力士的熱門款幾乎都是超低價在銷售 當初不鏽鋼款的Daytona的官方定價大概是40萬出頭 不過超低價的價格卻一度飆到50-52萬左右 水貨的價格是大約落在50-55萬的區間,居高不下 不過這卻沒有打銷想要購買這款錶的表明人 來電詢問的客人一樣是絡意不絕 甚至有客人殺紅了眼不管價格多高 只要有貨他都願意購買 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此至今日不鏽鋼款的Daytona熱炒依舊不減 不過我認為依照目前的入手價格實在是有點太高 如果喜歡計時馬錶的表明人 不妨可以考慮看看其他品牌的計時馬錶的錶款 例如像是我們前陣子有介紹的百年齡 或者Zenis、豪雅等等都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另外紡製品也依附著Daytona的高人氣 順勢推出許多外觀極向的紡製品流入市場 甚至連勞力士座名資產機型Cal4130也已經被模仿出來了 表明人在購買萬錶時 還是必須找值得信頼的店家購買 切勿因為正規店家買不到錶 而隨意找來路不明的貨員購買 在這邊提醒各位表明 好那這次介紹Daytona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有任何關於影片內容的問題 歡迎各位表明們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另外歡迎各位加入亨利的玩錶社團 在社團內可以分享任何手錶的資訊 只要你想要分享、想發問都非常的歡迎 那一樣喜歡我介紹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幫我按個喜歡 我是亨利 我們下次見 掰掰